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毅周接受专访表示 当前祖国大陆已经足够强大来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已不可能 统一已成趋势 台湾不敢读 不能读 不愿读 杨毅周说 两岸关系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自己对两岸的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国家统一 充满信心 因为决定两岸关系发展的是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只要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信心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国家和平统一就有信心 当前祖国大陆已经足够强大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已不可能 统一已成趋势 因此判断台湾不敢读 不能读 不愿读 一是台湾不敢读 当前祖国大陆已经具备了足够强大的综合势力 台独绝不敢越过底线 否则台独只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台独已经不可能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台独是假议题 因此台湾不敢读 二是台湾不能读 祖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地 最大的顺差来源地 最大的投资地 两岸的经贸合作是台湾的最主要的经济利益来源 台湾的经济离不开祖国大陆 没有两岸的经贸关系 台湾的经济将难于生存发展 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必然趋势 所以台湾不能读 三是台湾不愿读 台湾同胞求和平 求发展 求交流的主流民意始终没有改变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来 参与两岸融合发展 享受同等待遇政策 在祖国大陆顺利发展 安居乐业 随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深入 会有更多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来 融入祖国大陆 在祖国大陆得到更多的幸福感 归宿感 台湾同胞一定会明白 祖国是台湾同胞永远的家 台独是绝路 外人靠不住 统一有好处 因此台湾同胞不愿读